那执政超过61年的国阵在509被人民用选票推翻之后 成功执政中央的希望联盟他们的第一批内阁部长 在刚刚的傍晚5点30分已经在国家完工宣誓就职了 那是三名包括副首相望阿兹沙在内的内阁部长呢 已经走马上任 明天开始就会入主不成 到各自的部门各就各位开始打卡上班咯 在国家元首莫哈莫武师的见证之下 希望联盟主席望阿兹沙宣誓就职 成为大马自建国以来的第一位女副首相 写下了历史及忘节之后包括 内政部长穆尤丁 国防部长莫沙布等是三位部长 也都陆续宣誓就职 并在首席大法官王乌斯和政府首席秘书阿里寒沙的见证之下 签下了委任书 而其中目前暂时兼顾学中大臣职位 直到新任大臣接棒的阿兹敏 也在宣誓的队伍行列 确定出任经济部长 阿里寿农